接下来我们先建一个页面 复习一下前面学习过的一些内容 我们呢当前可以说先建HTML页面 当前在页面中我们呢可以说回到当前的拆分模式 我们看到当前是HTML5页面 那么这边可以说拖动一下 我们呢一边显示一半 然后右边我们看到设计器插入和文件 我们先给自己的网站呢建立一个标题 选中标题之后输入一个名称 那么在代码中我们看到这个title呢它就发生了变化 之后我们需要呢加载一些我们自己的内容 我们呢打开我们的素材 那在素材中打开当前我们这个内容页面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些内容 当前呢我们在这个内容中发现我们这个主页 加上其他页面的内容 稍后呢我们一段一段的将它进行填充 我们先把这个主页的内容呢将它选中 当前呢这几行文字 我们可以说在编辑中将它复制一下 之后我们再回到当前的页面中 我们在右边呢可以说输入一下当下我们这个文字 比如第一行我们叫做当前的Dreamweaver 然后我们换完之后看到一个批标题段落 那第二行呢是我们这个内容 所以说当前我们看到两个批标题段落 这时候我们可以说呢在右边开启一下实时式图 我们在右边可以说直接看到我们这个批段落 它呢也会给我们这个提示 下边属性可以说暂时最小化一下 我们在这个内容上如果说选中内容之后 我们在编辑中把之前的这个内容呢粘贴进来 那么因为开启了实时度 所以说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直接粘贴 那就是我们关闭它选中内容选择编辑 我们可以当前呢粘贴一下 我们的内容呢全部进入到右边 但是我们看到全部呢是批标签的段落 所以当前我们需要做一些简单的处理 简单处理的话我们可以说先把第一行选中 第一行呢是我们当前的最大的这个标题 包括上面的文字 我们呢想把它做成这个页头 包括这下边我们想做成页尾 所以说做成页头页尾的话 回到插入中可以最方便的对它进控制 选中它之后我们在右边选择当前我们这个页角 那么这里希望我们切换到当前的结构 在结构中我们可以快速对它进设定 当前看到我们这个页尾 下面呢可以看到当前的页角 选中内容之后点击页角 插入之后我们看到可以说呢在当前内容换行 或者说呢在它的前面或者后边 我们选择换行的方式 也就是默认的方式 这是我们看到当前的内容 已经插入到了我们这个页角中 但是说内容中我们当前这个P标签呢 可以说把它删除 我们只要当前它的这个页角的标签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当前的第一个段落 所以对应了我们再做上边的这个页头 那同样页头的话我们可以选中我们这个文字 插入一下我们这个页头 插入一下页媒 同样的方式点击一下确定 那么在代码方式我们可以说呢 非常方便的将一些代码选中 Ctrl X减切 比如说在这个页头中将它呢快速的粘贴进来 这样我们这个内容也变成了当前页头中的这个内容 我们在属性中可以说点击一下刷新 这样我们看到它变成了一体 当然变成一体之后我们还需要呢做这个导航 导航的话也是在这个页头中 所以可以说选中我们这个段落 我们在中间呢选择一下当前的导航 点击之后同样我们看到当前这个选项 我们就用默认当前换航的方式 我们看到P标签潜入到了当前这个导航中 中间的这个结构呢 我们今天基本上看出了这个层次 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当前的文字标题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代码中可以呢选中当前的这个P段落 我们在右边选择下标题 比如这个是H1 我们看到它会呢将这个标题段落进切换 当然中间的这个P标签给将它删除 所以这个段落彻底变成了这个P标签 那对应我们下边呢可以说再做我们这个H2标签 所以当前呢点击一下H2 删掉我们上边的这个P段落 然后往下是我们当前的这个段落文字 最后呢是我们这个页角 所以我们看到每个结构呢都是非常的简洁 当前呢我们可以说在我们这个段落中选择文件 选择存储 然后有了这个结构之后我们来定一下当前的站点 可以说在当前的站点中双击 我们把当前的站点指定一个名称 指定名称之后我们下边呢指定下站点的目录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指定到当前的素材文件夹 点下保存 所以当前保存之后我们看到 我们站点中运用到的主页加上素材文件 再加上我们的图像全部在当前文件夹中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了文字之后 我们呢需要加入我们的样式 将当前文字呢进行分构化处理 所以当前我们看一下素材中的这个图片 我们在图像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网站 中间的这些特殊的字体 加上当前我们定义的这个段落 加上当前它的这个样式 加上我们这个布局 所以当前呢我们首先呢需要建立一个CSS样式表 我们在设计器中直接呢点击当前的源 新建一个新的CSS文件 点击下浏览 当前呢存储到我们定位好的这个网站文件夹中 输入我们的名称之后我们点击一下存储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当前我们用连接的方式 点击一下确定 我们看到CSS已经建立 那这个时候我们向保存下选择文件保存全部 这样呢我们在这个文件中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建立了CSS 我们也可以说把这个CSS放在一个单独的文件夹中 然后当前回到设计器 有了CSS之后我们在上边看到我们这个源 下边是媒体加上选择器 加上我们的属性 我们可以说是当得拖动一下 获取一下更多的空间 选择器呢不需要过多 媒体呢只需要当前的全局 然后当前我们需要给当前的所有文字建立我们的规则 所以当前我们可以说先看一下我们这个H1 那H1的话当前我们可以说选中所有源 然后我们在当前它的这个全局中建立当前的一个规则 选择之后当前我们点击一下加号 这样我们看到它以当前我们这个文档的H1进行了建立 我们可以简化一下它的名称 这个呢就叫H1 那H1的话我们需要定义一下它的属性 所以说在它的这个属性集中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字 首先我们需要定义一下当前的这个字体加足 所以当前呢我们点击一下 在下边点击一下管理 我们在当前的这些字体中查找一下自己的字体 比如说当前我们用这个lobal字体 可以看到我们当前这两个字体 当前的第一个加上第二个 勾选之后当前代表了添加 然后当前我们再找一下第二个字体 那第二个我们可以说加一个标准字体 比如我们当前输入一个sans输入一个por 那选择当前自己之后我们看到添加了两个字体 我们点击一下完成 当前的字体呢已经确定好 所以说当前我们这个H1标签 我们可以说在字体加足中点击一下 看到我们之前定义的两个字体 加上之前可能中我们定义过的这个字符集 比如这个地方我们用当前的lobal字体 选了之后呢我们看到当前的必须在实时设计中 才能看到这个字体的变化 当然我们在添加当前的这些Adobe Edge Fonts 添加这些字体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代码中看到它呢 也会给我们自动嵌入当前的这个代码 所以说这个代码我们不需要再进行修改 我们只需要修改的是文字当前的它的这些属性 加上它的这些标题 那么这个一书字呢 也是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取 所以说便于看到这个具体的演示 我们还是用微软雅黑呢 这样方便看到整体的这个文字变化 我们在下边可以说在这个字体架头中 再把它切换一下 比如说切换我们之前设定的微软雅黑 可以看到这个文字呢还是比较标准的 那么相同的方法 如果说你不用当前的web font的字体 我们说在下边可以说在对hr进行相同的操作 我们可以说在css中选择主要的选择器 当前我们再建立一个hr 所以当下我们可以直接输入h2标签 让它定位到我们这个h2标题 然后同样在文字中可以说设定一下字体家族 那么h2我们可以说继续的选择当前上方的一些英文字体 所以我们选择之后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字符呢会发生变化 但是发生变化之后当前我们说其他的文字还想继续的添加不同的字体家族 我们可以说继续的选择这个段落 当前我们只有一段文字 所以说我们可以说继续的追加一个p标题 所以当下我们添加之后我们看到它会自动根据我们的位置切换到我们这个bodyp 我们就用当前这个命名了 然后当前在命名中从中切换到这个字体 那么这个字体我们还是用后h2相同的这个字符 所以当前呢可以说直接的进行选取 可以看到这个文字字符的变化 加上我们这个h2还有h1的变化 当然建立了文字之后 我们下边的文字我们想给它做一个背景 那这个背景我们要黑底然后是白色 所以当前呢我们是这个footer 同样我们在当前这个css中建立一下当前的规则 可以看到当前的bodyfilter 有了属性之后当前呢我们可以说切换到背景 那背景我们可以说直接选择黑色 或者说我们在这输入black 这样我们看到黑色呢已经生成了 但是说我们文字看不到了颜色 但是对应我们在选择器中我们再回到文字 那文字我们给它定义一个白色 所以我们输入white 这样我们就看到当前的这个编码设定 当然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再设定一下 它的这个文字 包括文字的大小 那么文字的大小我们可以说根据它的预设 比如说设置一个小字体 那小字体的话我们可以说再修改一下 当前它的这个标准的大小 所以当前可以说呢400是标准 我们可以说加大一点 那这样之后我们看到这个间距呢需要做一些调整 那间距呢在这个布局中 我们再回到布局中 比如说当前我们这个整体的外间距 我们在属性的下方找到我们这个margin 所以说我们可以锁定一下 那外间距可以说通过百分比的控制一下 比如说我们整体加一个5% 所以看到四周呢这个间距已经生成了 那同样这个内间距呢也可以根据当前的参数设定 开启一下锁定 比如说当前是px的方式 我们可以说设置10px 所以看到间距呢已经生成了 那剩下之后我们这个文字呢再回到当前它的属性中 我们是要将它居中对弃 所以我们看到很快的将这个属性进行了定义 同样相同的方法 我们这个当前这个导航的位置也需要的设定一下 所以说回到当前我们这个nav这个位置 定位好当前所存在的这个标签位置 我们回到css直接的建立一下 系统呢会自动为我们识别 所以我们看到当前我们这个bodyheider加上nav 所以我们以这个名称来进行命名 命名之后同样我们可以说给它加一个背景 那这个背景呢我们选择黑色 我们也可以说直接拖动选择一下黑色 有了遍之后同样这个文字我们需要的设成白色 选择一下白色 然后我们可以说呢给它居中下这个文字 那居中之后我们可以说再改变一下它的间距 回到我们这个布局中 间距的话我们这个整体的外间距可以说锁定一下 同样通过百分比的方式 比如说加一个百分之五 所以我们这个内外间距可以说锁定一下 加一个百分之十 加一个十px 但是说上下间距可能说有点过高 我们可以说解除锁定 上边我们是到五px 那下边也可以说呢 适当的减少一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呢根据这个图片 左边呢是我们当前的两个标题 右边是当前的这个文字 所以当前我们需要呢再做布局处理 那做布局的话 我们可以说先把之前添加的这个Java字体 将它呢删除 这样呢可以提升一下我们当前的预览速度 所以有需求的话 你可以说呢引用当前的这个Lobby Edge Font 那就是我们在实时度中 它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但是你是MAC系统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加载呢也是非常快的 所以当前我们看到 无论怎么样拖动我们当前的这个模式 我们看到文字和标题呢都是在上方 不会说按照我们这个布局呢进行设定 所以我们需要呢改变一下 并且我们在这个代码中 需要呢将它进行一些分段 所以在插入中我们呢需要当前的章节设定 比如说当前我们这个H1需要一个新的章节 选中它之后我们看到当前是H1标签 我们呢点击下章节 选到当前我们这个插入的默认方式 这样我们看到H1呢就在当前这个Session的中间 我们加一些混行方便我们对这个代码的进行阅读 同样我们这个H2呢也加入当前这个分段 加入一下章节 这样我们看到H2呢也在当前的Session中 有了Session之后呢当前我们这个下边的文字 跟上边的这个H2呢属于一个内容 所以当前我们可以说把这个P段落 CtrlX或者CmdX减切一下 放在当前的H2下方 这样呢这两个段落属于当前的一个整体 在代码中我们已经看到它的这个完整部分 但是我们在这个设计手中看到并没有任何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对两个标题呢进行它的这个布局 我们看到它的标题呢都是Section 所以说我们是要当前呢用类来进行它的这个区别 所以在当前我们这个第一个Section中 或者说我们在当前实时度中可以说呢 通过这个实时显示直接呢选中当前我们这个H1 选中我们可以说点击一下当前的加号 或者说呢在上面选中我们这个Section 看到Section之后呢当前点击一下加号添加一下当前的类 点击加号之后我们可以输入我们的名称 比如这个我们叫做SectionLeft 这是当前我们这个左侧 所以我们建立好之后我们按下回车键 当前我们看到当前的这个class已经添加到了当前Section中 所以当前你添加好这个Section之后 我们再回到CSS设计器 通过当前我们这个设计器中的筛选 我们来追加一个 所以说我们看到它会自动识别出我们当前SectionLeft 追加之后我们进入它的属性 那么左边当前这个文字可以说指定一下它的布局 比如说当前它的宽度 宽度我们可以说设定一个百分比 那这个百分比可以说设到30% 所以我们看到30%它当前的这个变化 然后下边我们可以说再指定一下它的这个布局 那这个参数设定好之后我们往下可以说设定一下它的这个间距 比如说它的这个外间距左侧可以说设置一个百分比 比如当前呢我们在这个属性中我们设定一个5%的间距 那这个地方是百分比 设定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百分比包括上边对齐的这个变化 那右边可以说设置一个2.5% 同样我们现在呢指定一下当前它的这个单位 指定之后当前在这个地方输入2.5 所以右边呢也进行了一个单位的指定 指定之后我们用相同的方法再指定一下当前下边的这个section 所以你把光标定位到section之后给它添加一个类 我们这个叫section right 按下回车键确定 那确定之后我们在右边追加一下当前的这个属性 所以呢追加这个section right属性之后 我们呢进入它的属性同样的方法进入布局 那这个宽度同样我们指定一下 那么右边可以说指定到50%左右 然后当前我们在布局中适当的移动一下 比如这个间距 间距左边的话可以设到百分之2.5 那右边我们设到百分之5 所以很快我们看到这个布局呢 已经发生了一些简单的变化 但这个时候呢当前文字还是在左边 我们需要呢再把它浮动一下 所以说在我们这个下边位置的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呢放在右边 选择right 那同样我们左边的这个section 回到当前的这个筛选的地方 我们将它呢浮动到左侧 那么设定之后我们又遇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当前这个页角的地方 它出现了这个浮动元素 所以说我们需要呢回到页角中解决一下浮动元素 所以我们在这个摄像区中找下当下我们这个footer 找到之后呢我们在下边找到下 清除浮动元素的属性 那么在我们这个位置的下方 我们看到当前清除浮动元素的这个属性 我们选择bose 也就是说左边右边都没有这个浮动 选择这个属性之后 我们看到上边呢就得到了清楚 我们又看到了这些文字 当然这个文字 我们这个第一个section left 它的这个间距我们可以说再适当的调整一点 比如说当前呢再加大一点 所以调整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可以说再变宽一点 完成了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 然后我们上边的这个标题文字 那这个呢处于我们这个heider 我们看到在这个heider中 我们又定义当前它的这个选择器 我们可以说选择选择器 然后我们追加一个heider 那追加了heider之后 当前我们可以说把文字呢 居中一下 所以在文字属性中选择居中 居中之后我们看到当前整体的变化 然后我们可以说再把当前它的这个布局 将它的这个浮动呢也清除一下 清除之后呢可以说我们已经做了一个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基本的布局 当前我们可以说呢选择文件保存一下全部 那正是我们在这个CSS中 我们看到呢添加了非常多的代码 所以当前这些代码呢 全部是我们通过当前的设计器 通过视觉化的方式之间呢进行的加载 那么我们通过当前的布局之后 如果说我们对页面进行拖动 我们看到页面整体的内容 会根据我们这个布局呢进行发生变化 而且整体我们看到也会进行缩放 我们看到也会进行缩放